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偷偷种到别人家里面的花 就是薄荷 这个花是非常的好养的 以前的时候我最头疼的就是有人在直播间里面问我薄荷怎么养 您要了解它就是个杂草 我说话有你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光照肯定是养它养不好的 那有话说老板我家里面没有光照我想养好它怎么办 我给您说 您在您上班的路上偷偷的找个路边 你挖个坑你把它给种上 然后呢你给它浇上一遍80年的纯净水 你然后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你记得想着它这 别让它干死了就行 随便种到哪个路边光照好的地方 未来一年以后那一片全部都是薄荷 有上三年了就满了 它就像你们那个咱们那个入汽的那种拉拉羊 那个拉拉羊一样 它会噗噗噗噗的长一大片 非常的好养 而且呢它不怕冷也不怕热也不怕晒 还可以吃就是那个绿剑口腺 对就是那种感觉了 这个话说我不会养 我在室内盆栽养不好长得老高了 老高了你就剪 因为在室内缺光的时候它都会涂涨 因为植物有一个趋光性 就类似于飞蛾扑火 就类似于五大郎的那个一只红性出枪来 刀你 所以说呢光照要给足 要不然不行哈 第二点呢就是说咱们浇水 这玩意很耐汗的 你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长长了你就剪 你怕它干什么 长了就剪长了就剪 这玩意你起根剪抹平了 只要有根它还能长出来 这个根系长得是真的哇塞 我给你打开看看你又了解了 你看 它的这个根有多粗 你看就这么一小盆的薄荷 这个根就已经长成这么粗了 所以说你们不要 把它想象成很难养 当然了你也可以泡茶 也可以一千两片 摁到自己太阳穴上面 让自己清凉 而且薄荷呢 还有一定的驱蚊效果 因为蚊子呢 害怕芳香味 好吧 所以说呢都有一定的效果呢 使用薄荷 喜欢的话可以来我家拍 19块9 现在给你发五盆呢 就是挣个快递费 这玩意不值钱 好吧 就挣个快递费而已 好了 一边关于薄荷的养护 我老婆一 养护最长一 这个你也养不活 放弃吧 白了 谢谢大家